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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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嘞 哥 哥 你这咋还甭个脸呢 咋还弄心呗 哥 别闹心 心态得放正 乐一个像哥俩似的 一二一 乐啥乐 哎呦 我的妈呀 直入大战僵尸啊 说点正事 叫你俩的事准备好没 早准备好了 你说的那事 我马上一会儿谁叫谁的 我马上都能给你推上来 什么东西啊 蛋糕嘛 还有呢 还有不就是刺激苏丹吗 对 那苏丹是谁呀 苏丹摔跤运动员 种子选手 我女朋友 那刺激他干啥 他现在不敢摔我了 不敢摔你不正常吗 你俩 那不是心疼你 哎呀 对呀 那么甜蜜 行 别老跟我呲牙咧嘴的 他不敢摔我不行 马上就比赛了 不能因为我影响人家成绩 你知道吧 你俩今天来就负责给我刺激他 把道火勾起来 让他摔我 就是穿了火 你俩会不会穿了火啊 哥 穿了火我拿手 嗯 这么说我 我爸我妈干这样 那哪次不是我给穿了起来的 哎呀 就我爷样狗咬那几回 都我聊的 对 我真是找对人了 没毛病 哎 教练指头能让吗 哎呦 你妈呀 还教练 教练他敢跟我叫嚣吗 想当年我把教练摔的 那是直教会呢 那教练 教练还不教会 他能当教练吗 我就不相信 我教会了 我说教练 我 教练好 什么情况啊 大招呼 教练好 我说不让带外人吗 不是外人 外星人呢 好 你俩先课 问点正事的 哎 给苏丹当几年陪练了 四年 当初给他设立目标是什么 进省队进国家队 现在呢 能进秧歌队了吧 你为什么骗我 我没有骗你教练 我跟苏丹是正常恋爱 我们俩 还说自己看 啥呀 体检报告 多亏大夫给我打电话 要不然啊 我还蒙鼓里呢 你都知道了教练 哎呀我还何止知道 我还知道 你这条腿就要废了 16年 新伤老伤下一块 你再练下去 你以后啊 我都害怕 这么点啊 我们已经临时决定了 陪练 现在停止 马上有俩新陪练过来啊 不行教练不行 教练 那个苏丹现在是非常时期 只有我最了解他 是你了解他 他敢摔你不 我能挺住啊 我挺不住了 就这么一个好的选手 回头马上拿冠军 回头让你给我整到两个顿去啊 我是教练 你是陪练 嗯 是吧 咱们最重要的目标 就是培养出个冠军 别耽误人前程是不是 哦 听我的 哎 咱从事的运动是什么 摔跤 对了 我叫摔 摔跤 时刻提醒自己 摔跤 他走了 走了 哥我发现那教练的腿子还缺了那种啊 啊 他跟我叫嚣我叫我给嚣了 厉害 生性啊 苏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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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说来两个新陪练 哦 为啥呀 你别管为什么 我给你介绍一下他们二位啊 他们两个 就你俩呗 啊 刚来呗 啊 不是不是 自我介绍一下 我叫苏丹 哦 你就叫苏丹呐 没错 不是 没你啥事了 交给我们哥俩了 你就叫苏丹 是 听说什么种子选手 没错 怎么还要进省队 你还有啥疑问吗 哎呦 我去 就你还想计省队啊 咋的啊 你连我哥俩都摔不过 就你哥俩 有啥能的呀 哎呀 没消息咱俩 你方圆十里 你打听打听 龙哥 我哥 刚哥 那厉害都不叫厉害 叫升星 升星到啥程度 就我哥 后背 这么长到吧 自己砍的 夸夸我 升星末 我地儿 龙哥 更升星 胸前 这么长斗吧 也自己砍的 厉害 这个是我朋友啊 他俩 现在不是了 朱丹我就跟你说 你这个陪练 他就不行 他怎么不行了 他人品不行 人品咋的了 前两天我跟他在商场 我看到他跟一个女的搂搂抱抱 这女的长得要是漂亮也行 那长得就跟那藏偶似的 哪天呢 上周 穿啥衣服 穿个底儿 那要往那一顿那就是个藏偶 那是我 那是我 我 昨天那个肯定不是你 昨天我亲眼看见的啊 就在菜市场 他跟个女的 跟他跨着走 那女的长得好看还行 那女的长得大长头发 那小花儿 长得像江南奇怪柯真恶似的 说谁可真恶似的 我没说你 说谁 我说那女的呢 那是我妈 那是我妈 后天他领了女的 后天 后天哥你领哪个女的 后天啊 后天我领那个女的 后天到了嘛 到了嘛 大大 你说我来 不是 说好你起配啊 你们两个不是生性吗 我今天我就让你俩看看 什么叫真正的生性 走走走走走走走 你俩别动了 你过来过去 他俩给你过去 回来回来回来 不是说好 这俩什么人呢这是啊 他俩就不是个人 气人吗 气人 我开始 要逮住他我能摔死他 摔摔我 来 我摔你干啥要 削削气啊来 削气我也不能摔你啊 咋还不摔呢 我蛋糕呢 你蛋糕我忘了 不是那你怎么能忘了呢 忘了就忘了呗 你咋这么跟我说话的啊 我这么说话不很正常吗 不是你现在 我咋了我 来来来 摔我 来来来 来 祝你生日快乐 祝你生日快乐 生日快乐 生日快乐 这么气 整两句 整两句 淡淡 今天你过生日 祝愿你早日拿到世界冠军 努力加油啊 好好好 提个言 提个言 冠军呢固然重要 但我更希望我心爱的人 能跟我说出那三个字 亲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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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走吧 开心快乐 快点走吧 好的 他俩都走了 你就不想对我说点啥吗 快点 分手吧 你说啥 分手吧 为啥呀 累了 这不是理由 我要结婚了 跟谁 你不认识 省对的 他比我强吗 他不比你强 但是他要进口 你混蛋 苏豪 我今天过生日 你居然跟我说这些 对不起 有用吗 新来的陪练马上就来了 我 你想说什么 明天我就走了 咱俩再练最后一次 行吗 来 我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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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来啊 再练 来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 您现在收看到的是 世界摔跤锦标赛 女子65公斤级的决赛 即将出场的是 中国选手朱丹 这也是他作为职业选手 第一次闯入到了决赛 赢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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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的冠军是苏丹 今天我能拿到这个奖牌 我要特别感谢一个人 那就是我曾经的陪练 是他一直在我背后 默默地付出和奉献 此刻我站在领奖台上 享受着无限的荣耀 而他 而他 却躺在病床上 承受着痛苦的折磨 苏豪 今天我做到了 我没有让你失望 我知道你一定在看我 曾经 你是我的陪恋 那么今后 我 来做你的陪护 谢谢大家